柯文哲脱口市大运被拟多方阻挠王世坚气炸 污蔑我 去年台北市大运风光落幕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明条回稳 市议员王世坚发现 市府正在归 话今年8月举办市大运周年庆 质疑是曲中人不散 根本是想借市大运拉台科的 连任声势 此话引来科的不满 回呛王世大运在拟多方阻挠之下还能成功 算很了不起 两人再度在一场杠上 柯文哲金赴议会施政报告和答寻 王世坚指出 市大运结束半年后 很多软硬体 财务等 工作虚善后 市府该检讨的不检讨 竟想着要办市大运周年庆 延续市大运的荣耀 质疑科想利用市大运吃到饱 仲献当时的风光 以巩固连任之路 王世坚说 根据会议记录 市大运周年庆预计办在今年8月19日 刚好是大选投票前三个月 不只要举办展览 结合国际研讨会 邀请明星选手 还要重现圣火台 他质疑 市大运都结束了 还想再比一次 这根本是在帮柯文哲搭建舞台 为市长选举助选 柯文哲在一旁不耐说 市大运是台湾的光荣 总结报告本来就会把成功的列出来 难道要 写哪里做很烂 让全世界知道吗 王世坚追问 市大运周年庆是不是科下的指示 这样当 市长当得光荣吗 不料 柯文哲被击到脱口说 市大运在你的多方阻挠下还能办成功 算是蛮了不起了 此话让王世坚大怒 直呼你污蔑我 这是小人不 当议员本来就要监督市府 这哪是在唱衰市大运 他要求柯再讲一次 把话说清楚 柯文哲不愿重申一次 直说听不清楚就算了 不要留下记录 最后连担任主席的副议长臣 锦翔也看不下去 提醒柯讲话要注意 随后 柯文哲向王道歉 强调自己从来没下这 总指示 它竞选不需要靠市大运 最后仍不忘酸王 畅衰跟监督不一样 HTTP WWW 奇纳蒂梅斯 科姆 雷雅尔蒂马利牛斯 二千零一十八经零四百一十一 照零二十七亿六千九百二十六万零四百零七 下级崩溃对不起 我实在不是很懂耶 为什么你们民进党执政的中央政府要求举办的活动 王世坚议员会算在柯文哲头上呢 你不爽 不希望劳民伤财 不希望举办市大运活动 不会去靠北赖缺德跟蔡英文吗 他们一句话叫教育部跟体育署撤案说我们不想办了 柯文哲还继续办下去 你再继续靠北柯文哲 我绝对第一个给你拍拍手 怎样 每种为了捍卫台北市民的明知明高而尚告欲壮吗 说起来真的很好笑 本篇的王世坚大议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监督北市府的市政 但是他连这活动是中央要办的都不知道 还有脸说自己是在监督市政 是监督市政监督到摩铁去了吗 人爱路四段在哪里知道吗 不要迷路走到林森北路419号啊 那里只有WEGOR 口口声声说在监督 请问北农韩国瑜下台之后 继任的那位北农总经理你监了没都了没 口口声声说南北菜虫大串联 请问新的北农总经理上任之后抓了几只菜虫 这位总经理请问你监了没都了没 哦对了 我差点忘记了监督北市府跟柯文哲可能不是王大议员的强项 可能王大议员的强项在于监督庄角的女儿 所以北农总经理监了没都了没 可能要问问庄角女儿比较清楚 呵呵笑死人了 真的很用心监督市政的话 会连活动是中央要办的都不知道 最后希望本版的使用者们帮个忙 请问可以帮我协寻一下以下几位版友们的裤子吗 如果有看到海边有这四位的裤子 请麻烦还给他们 还可以趁他们没穿裤子 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种 用同样义正言辞的态度去靠北蔡英文赖缺德办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 呵呵文章代码 AID EQPRNG0 哈玻利泰孔斯 直询竹字稿就在这里 不用谢我了呵呵 感谢我了 感谢观看